如果說我們有一個sharp,假設你要把它放進來,其實也非常簡單,就跟前面我們做的那個練習一樣,import的時候 你就import,點之後的話呢,基本上它也會秀出來 所以如果今天把那個sharp,把它import進來的話,那基本上 這個地方 它會出現黃色的,為什麼?因為沒有用到 如果沒有用到的話,你可以把它選擇油標放上去移除未使用的匯入 或者是說,其實乾脆怎樣,你這邊加一個star就可以了 star的話呢,其實這兩個怎樣呢,也可以刪除了 那star的意思就是說,所有通通幫我把他匯入進來 這樣會更簡單 那只是說我的習慣,我會比較習慣是 一個一個匯入啦,因為會比較一目了然,而不是全部匯入,我也不知道匯入什麼東西 什麼用到什麼沒有用到 所以我的習慣會是一個一個逐一import 但是他會,以克力會幫我怎樣?收折起來 所以將來在上面只會看到一個 你要把它展開才看到全部 那這種呼叫方式基本上都一樣 只是說因為import之後的話 我也可以怎樣? 去從這個地方,因為上面有import 所以我在建立的時候 在宣告的時候,一樣可以怎樣? 存取得到它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 建立一個套件 第二個 建立裡面的類別 那類別名稱的話 就按照九之四之一的方式 然後分別把程式碼 你可以把它call過來,call過來 有四個 再到這邊的話 建立一個 這個類別 OK,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試試看 我知道 呢? 我們會用的